福建老大哥呢 让我帮忙选一块小家卫的子料或者春料啊 说之前在别人的切了一堆 加起来有几十个W了 每次都弄完喊大掌 结果收到呢全是垃圾 大哥心情呢非常不好 说我呢脾气很冲 但是看你呢很实在 所以呢就让我帮忙选一块 我给大哥选了这块502克的包凉皮的厚姜 料得很完整 小家卫种也好 压登可以看到春色营内化 打开肯定就是个胶块 大哥看了不太喜欢 说这种光感料子 在别人的看了很多 看完连个种都没有 我啥都做不了 我呵呵 光感不好呢 是因为包姜皮外加雾层阻隔光源 这样这料子打开 如果不是胶块或者没有种 我百倍退还 废话不多说 实践出真理 开大床完毕啊 茄子春 自然光看都是非常浓的 而且肉质非常细腻的一个大胶块 这里给大家普及个知识啊 在我们老一批做翡翠的人眼里边 天空蓝等等以前啊 都通成为春的 比如说春料啊 蓝春啊 紫春啊 粉春啊 红春等等 这个料子你这样看很美 压登看就更美了 可是老大哥呢 看了还是心存疑虑啊 因为以前被坑怕了 就问是不是只有靠窗的地方 开窗的地方有肉 好看 其他地方都是垃圾 跟外行解释呢 非常麻烦 咱们直接给你扒皮 你自个看 专业的事情呢 交给专业的人做啊 中水料其实只要不是故意坑你们 基本上开之前就能看个差不多 如果有人跟你说薄冰的料子 开出个打敌室 那就是故意坑你 别说打敌室啊 就是开出个懦 那都属于过分了 好了呢 飞驰出品呢 必定精品 喜欢飞驰的呢 双击加关注 爱你们